我當初就是跟Vicky老師在同一個 不是品牌的地方上班 那當時Vicky老師有在建制做美甲 那我當時就是她的客人 那在做美甲的過程中就發現 其實美甲是有一個很大的發育空間 讓我對美甲有一個很大的興趣 那我覺得我是不是也可以把美甲的 有這份熱忱當作一個 我下一份可以一直失去的工作 那可以是一個專業業工作 所以我就覺得那我是不是可以報名Vicky老師的課程 然後加入美甲這個行業 媽媽那時候也有說 如果你一年內沒有賺到比你原本工作多的薪水 那你是不是就應該放棄這個行業 所以我希望說能夠達到媽媽的要求 所以我在一年內都盡量不要讓自己休息 讓自己的經驗跟技術方面 可以用時間的往前退 讓時間累積可以進步的更快 所以這就是我的進度歷程 就是其實剛入行的時候 就有跟Vicky老師一起去東京美甲展 那去東京美甲展之後才發現 喔原來日本男老師的技術是這麼專業 這麼的厲害 那在展場上也看到很多比賽的3D作品 那時候我就對3D作品有一種非常大的熱情 覺得喔原來立體的東西可以呈現得這麼有趣 這麼的棒 所以其實成為我日後期在美甲行業上 那不管是坐在客人上或是一些自己私底下喜歡的一些小東西 都非常喜歡3D這個部分 就是在沙龍操作上面其實有接觸很多日系的品牌 那Prestle的話對於美甲師或是顧客上面 指甲健康都是安心安全的 那它凝膠的穩定性及操作上其實在很多風格上都是非常多元 而且都是非常專業的 覺得公司可以給每一位美甲師 每一位獎師都有一個很好的舞台 很好的一個發揮空間 那Vicky老師也覺得 欸我的其實資歷也可以去嘗試看看 所以我決定就是去報考Brestle獎師 美甲風格的話其實可以建議大家 可以去多範圍嘗試各種的風格 那你在嘗試各種風格下的話 其實你會慢慢發現哪一樣風格是你最拿手的 跟其實是你最喜歡的 那從那個你喜歡的風格中 其實再去創造你自己的獨創性這樣子 其實就會成為一個你自己獨有的風格 未來的話我希望才是可以繼續兼顧沙龍的工作 那以及獎師的工作 那希望說可以把最好的技術跟最好的經驗傳授給我的後備 讓大家在美甲這個行業都可以是非常好的